透过电影享受世界,欢迎来到电影好时代,我是海王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被预言可以称王的人,最后却悲惨死于预言的故事。 蜘蛛朝城 在战国时期,显赫的蜘蛛朝城处于密林环抱,地形复杂,如果外敌进攻此地,还未靠近,就会被困于森林之中。 因此,只要城主稳坐城中,派出大将到前线御敌,城池便固若金汤。 可是如此牢固的城池,城主的更迭却似乎很快,秘密就藏在那永远处于迷雾之中的蜘蛛守森林。 此时,鸠京五十和三木一鸣,就迷路在森林中。 鸠京是蜘蛛朝城一号寨的大将,气宇宣昂,骁勇善战。 几日前,蜘蛛朝城城主,遭到属下北馆馆主通敌反叛,前线纷纷失守。 众部下都无计可施,就在城主以为大势已去时。 鸠京麾下的部队赢得了关键战斗,顷刻间战局被改写。 三木在二号寨配合反击,二人又联手收复了所有势地,北馆馆主兵败自杀。 现在,这两位大将正因评判有功,被召回主城灵场。 行至森林,虽然地形复杂,两人在自家门前迷路,却也诡异得很。 迷惑之际,远处传来鬼怪之声。 顺着声音,他们发现一个房线的女巫,女巫寓言。 和志津武時様,今宵から来たの太刀のお殿様, やがては熊之城の御城主様, 三木義明様,今宵からは一の砦の大将様, あなたのお子様は、やがて熊之城の御城主様。 还未等两人反应过来,女巫就消失了。 随后,他们顺利地走出了森林,抵达主城。 城主果真受究竟北馆馆主之位, 三木接任一号寨大将。 本来是晋升的好事, 可此时两人都因为预言成真而变得惶恐起来。 未来的命运真的已经注定了吗? 怀疑、期待以及恐惧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由于前半段预言获得验证, 究竟即使以贵为关注, 仍心惊摇曳, 与妻子说了女巫的预言。 妻子借机怂恿丈夫, 取城主而代之, 劝说他大丈夫要心高致远, 不如以蜘蛛朝城为使, 图谋整个天下。 究竟虽内心拒绝背叛, 但还是恐惧三木将预言告知主公, 会使自己和全家遭受无望之灾。 这天, 属下来报, 主公率军悄然抵达悲观, 究竟内心忐忑, 急忙出鹰。 当得知主公洋装狩猎, 亲率大军是准备对灵国发动吐袭, 前线大权还会交给自己, 这让究竟感到被主公重用, 和妻子夸耀, 妻子却另有解读, 认为主公希望丈夫涉险, 三木被留在蜘蛛朝城, 才是作为主公心腹的证明。 究竟妻子异测, 主公这次只针对丈夫而来, 就算他战胜邻国, 而后也会被前后夹击。 妻子怂恿究竟, 不如趁主公先在下榻府邸, 取而代之, 他用放了迷药的酒, 迷昏了门外的守卫, 究竟刺杀了主公, 弑君的罪名被嫁祸给了守门卫兵, 混乱之间, 小田仓保护少主出逃, 成功躲过一劫, 之后, 究竟在三木的拥戴下, 成为了蜘蛛朝城城主, 又一次证明了女巫的预言。 因膝下无似, 究竟打算按照预言, 过继三木长子将来传位给他, 妻子却说自己已身怀有孕, 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 而且究竟也恐惧女巫的预言, 怕三木的儿子不上侍主的后尘, 决定先发制人, 在宴请三木父子的日子, 暗中派遣刺客, 暗杀了二人, 三木被杀, 他的儿子则逃脱了, 究竟篡位后, 惶惶不可终日, 因暗杀了拥戴自己的三木, 也得不到部下的效忠, 妻子在生产时还淡下了死胎, 不安, 恐惧的气氛, 弥漫在蜘蛛朝全城, 更棘手的是, 三木的儿子投奔了前少主, 与小田仓一起举棋讨伐, 前线陆续传来失守的消息, 许多守将都倒戈了, 当年的战事再一幕上演, 只是这次, 究竟自己坐上了如坐针毡的主位, 却没有为他逆转局势的大将, 究竟想起了蜘蛛手森林里的女巫, 策马前往寻找答案, 他找到女巫, 询问骄傲发生的战况, 森林怎么可能移动呢, 新预言给了究竟以信心, 究竟相信这是他起先获胜的保证, 为了鼓舞士兵的士气, 他回城给全军讲了女巫前后的预言, 而且都成真了, 以此激励士兵坚定守城, 士兵们也相信了预言, 重振士气严振以待, 次日黎明, 传来人群的呼喊声, 士兵们陷入了混乱, 究竟跑出去, 发现士兵慌不择路, 他拦下一人, 问名原委, 原本鼓舞士兵的预言, 顷刻间又瓦解了军心, 究竟爬上城头, 果然看见森林在黎明的尘雾中, 波浪般的涌来, 朝着城堡步步紧逼, 眼见此奇景的守军, 面对预言也充满恐惧, 绝望的弓箭手们, 竟朝着究竟一通乱射, 究竟被射成了一个刺猬, 终是死不瞑目, 森林为什么会动呢, 太阳慢慢升起, 迷雾渐渐散去, 身像浮出水面, 移动的并非蜘蛛手森林, 而是小田仓为了攻城, 命令士兵砍下树枝, 绑在马背和身上当作盾牌, 用来抵御攻城使, 将射向他们的箭雨, 没想到的是, 因为预言, 箭都插在了究竟身上, 本篇于1957年在日本供应, 该篇改编次, 莎士比亚的话剧麦克白, 电影的英文名, Through of Blood, 雪之王座, 正如血染的场景, 贯穿全篇北广管主的血迹, 究竟手上弑军的血, 纳柄燃血的长枪, 妻子手上的血, 三木头颅渗出的血, 和究竟死去流淌的血, 更加形象地表达了, 在王朝的更迭中, 死亡与血腥无处不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